日本大学生就职率达到98.1 入职送百万 全网发声你没看到几个人说明白 忍不了的 我再给你们扒一扒 数据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为啥呢 这里边都是日本人吗 包包还留一声 本专业的 咱今天排一盘这个事 久等了 今天的日本 今天的狗 首先起因 不知道哪些自媒体来的消息 说日本大学生的就职率达到了98.1% 创下历史的新高 就业无敌了 日本成功少子化 进入买方市场 然后还有入职就给100万的 赶紧来呀 公司缺人的 嘎嘎求人 咱们先打这个100万这个吧 首先这是某一家公司给出的条件 爱知的某制造业 入职后达到要求 三个月总共发税钱100万 要求倒是不高 需要客服的主要就是出息率93%以上 也就是三个月之内 一共可以缺勤一天 那妥了 这下火了 人才娃娃往里挤啊 不光是年轻人 还有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工人 面试的人嘎嘎多 落的人就更多了 这么一搞怎么说呢 首先宣传费来说就很划算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其次就是人挖过来的 你给这个价格说实话不贵 二三十岁没有经验的不好进 年长的老技工 然后从长期收入来看 甚至比别的公司还低 所以说这波钱花的不亏 也不能代表什么 好的回归正题 这个就业率也就比去年高了0.2%而已 也就是说日子的就职率一直这么高 但是没有人说三年内的退职率达到30%以上 然后高中毕业就职的退职率 甚至达到50% 看到这觉得有道理的老哥们 一会儿还有反转 咱们先说这就职率为啥这么高 首先要说日子那边找工作的体制 和我们不太一样 咱们毕业前开始努力 然后毕业后也找工作吗 日子那边大三就开始就职活动了 一跑跑一年半以上 在这将近两年的期间里 只要有一家公司 不管是正经公司还是黑公司 给你发过内定通知 并且允许契约时间在一年以上 无论是社员还是派遣员员 就可以算上分子了 算你就职成功 我之前分享就职经验的时候 老哥们还记得吗 不少皮包公司把人骗过去 说好了干IT 其实是商场干退休 或者电话接线员 当天面试第二天就给内定 完美的成为了分子 这么一看分子是不是挺大的的 然后看分母 这分母基本上就是定向选择的 应该有的老哥们已经猜对了 是的 就是正在找工作的人才算是分母 更猛的是这个数字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开始找工作的人是很多的 随着就职活动的进行 慢慢就分母脱离了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上班没啥意思 就修改为创业 考工或者是未定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 这样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分母就越来越纯净 就这么筛选下来 最后弄得99% 999都不奇怪 看到这是老哥们觉得有道理 扣不二啊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算日本人了吗 留学生包不包含 咱现在根据算法来说 已经没有争论的意义了吧 留学生找工作也是这么跑 两年内找工作期间 随便拿一份皮包公司 或者黑公司 就光荣地成为了一名 就职率的分子 然后为日子的数据做出了贡献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包含留学生的 然后还有不少老哥说 留学生的就职率低 不少人都回国了 根本在日本留不下 这个问题网上也没看到 几个发生的聊在点上 很多都是瞎才脱离现实 哎呀 老哥们可以评论区讨论一下 然后点赞归一千吧 咱抓紧扒一下这个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忍不了劳其义了